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个东西它好不好也是很主观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很好 我自己参与我自己的编曲混音然后制作很棒的大餐 对于我来说是很棒的大餐 这张专辑对我来说是我的第一本小说 这张专辑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像一张旅行专辑 因为它去了很多地方这些歌在不同的地方诞生 然后四十号大街这首歌我想写的也是这个世界的割裂吧 这首歌像是一种宣泄像是在这个街上的某一个很高的楼往下看 这条街上发生这些趋势 所以它前面的歌曲也很冷淡 然后到副歌的时候很凶很重 就像想冲破这一切往前一直这样走不去 写到副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里不应该再有人声了 我希望更多的是乐器 像是留给自己的BGM里一样 我觉得这首歌一如既往来体现了理论棋的那种技术控的这种风采 因为一听那个拍子就不正常 那个拍子一听就八七拍混合拍子 一听就是一个喜欢玩技术的小孩弄出来的东西 有很多他的自己的想法在里面 我看一下我甚至想把它尝一下 我喜欢就是那种重复的那种 你是喜欢有点机械感的那种 对我想前头和尾头就是那种很像的那种 他对我的要求就是我怎么样能弄这个歌与众不同 首先他用了八七拍 平时的传统歌曲比较少用 这种其实是fusing的融合爵士嘛 我们做音乐尤其你是一个独立创作人的话 你其实很需要给观众就是表达一个什么就是 你要你要让他随时觉得有惊喜 他的节奏也好乐器也好 包括吉他的弹法 包括贝斯的弹法 都是一直在有很多变化的地方 而且都有很多惊喜 具体什么惊喜大家自己去听吧 给大家留个弦念 再检查一下 我是想检查一下 我先检查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收摊 好 其实我想的是中间主人生鬼是我就是正常的处理 然后旁边两个的那个叠的同度我想气声多一些 可以的可以的 有一定因素的一些和弦 用得很飘一直在离调 用了一些技术手段让整个色彩变上去不固定 因为我就是希望给营造出一种不固定的感觉 我想加一个 对这个音位好 用这个音位好 主歌最后一句是说 那个不是空了好长一节吗 我留了一个大白 然后记忆开始流浪 然后造一个很温暖的 对对对对对对 我就喜欢做这种段落式的小设计 嗯 这个是我最喜欢做的 对也是 可以的放松一点 滑一滑滑一滑滑一滑 没关系你可以再休息一会 好 再滑一滑 可以看一下它的 好方形吗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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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怎么玩 随便拿 就是不太准 我觉得如果时间充裕的话 它完全可以一个人完成 这首歌我真的就小小的参与一下 真的就其实80%都是它自己的东西 不只是旋律的写作啊 包括它唱啊 包括说钢琴和声的选择都非常非常素材 其实在他现在这个年纪他才21岁 21岁不到就是 然后这样的创作人在在国内是很少 我真的可以很大胆的说是很少 特别少人可以完成度这么高 你这个范围也可以在五品 我印象中间是17年的时候 他们公司带他到我家来 找我学一些编曲上的东西 你对他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 年轻 有活力 你说这样还是有点满 只有我 第二个关键词是天赋 天赋是什么呢 他究竟是天 真的是这个人与生最爱天赋 还是说一种巴拿姆效应 他当然是有天赋的人 因为我认为做音乐都是需要有天赋 没有天赋的话就做不了这个事情 哦 跟着那个 对 大家都知道圆圆区是个绝对音高 他还对人家的骨皮的那个音高 有要求 我当时旁边都震惊了 我说第一次碰到 还要对骨皮的这个绝对音高 有要求的 这么严格的要求 因为我出生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我有沒有绝对音感 我到后面我才知道 原来这个东西叫做绝对音感 对 我就是分不清就是我 因为我做音乐时间太久了 我已经分不清就是天赋 就是天赋 还是我后天养成的了 这是一个普通的周六 天赋这个是对自己的问号 下一个关键词是好奇 因为好奇所以我才会愿意去学习 愿意去钻研 愿意去提升 因为好奇所以我才一直坚持 因为失去好奇心 我觉得跟老去没有什么两样 诶 这是什么意思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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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下开往哪里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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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关键是讨厌 因为其实我们每天生活学习中 都是在教我们怎么样去喜欢保持受害 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但是被忽视的就是学会讨厌 学会喜欢再学会讨厌 生活才有了选择 要不然那就不叫选择 那就是叫顺从 我在顺从生活 我在试图喜欢上不知道什么什么的事物 所以学会讨厌是我非常重要的一刻 我相信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有讨厌某一天的想法 可能今天发生了很糟糕的事情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为什么我昨天没有料到这一切 我就应该从昨天就开始讨厌今天 然后在你心情很不好的时候 在你每一个想要流泪的冲动的时候 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最好的表达 拉上窗帘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有安全感 就是大家也可以拥有荒废的权利 就是我们荒废这么一天去停下来 因为我觉得李文琪我认识他才17岁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蛮内心还蛮早熟的一个小朋友 一个孩子 然后也非常的聪明 我说你一直都是在做制作人 大象也是把你当了制作人来陪演 我说你想不想站在舞台前面 他说我想 自己また在着 吃 роль 谢谢 去安担 我们在 青远联盟念环 键盘 李润琪 下一个关键词 火焰 连太阳都有寿命 那我的愿望就是做一颗 永远吹不灭的蜡烛 他比赛结束之后 我觉得是给他打开了一个 新的局面 然后他有机会 可以输出他的内容 他的思想 然后包括他的音乐 未来就是还没有发生 但是我们会去期待的东西 以前有个朋友 就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回到过去 和看到未来 你选择哪一个 我选择了前者 我选择回到过去 没有看到的 才知道我的生命 是有变数的 我的生命是有可能的 因为我以前就跟你一起讲过 我说 我说你可能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 非常的成熟 你对于你的事业也好 对你的人生方向也好 你不太可能会有歌 因为你的年纪在这摆着 你的经验 经历在这摆着 你不太可能有很成熟的一个想法 我说你很有可能 你会出现的一个状况的是 你喜欢做的事情 你现在想要做的事情 不是你必须得做的事情 比如说你得必须一直地写歌 你很累很累了 你必须得去学跳舞 因为你要准备 showcase对吧 然后你非常不愿意 你可能会失去一些自己的公共空 自己的个人空间或什么的 你得必须得忍受 我说这些所有东西 你可能现在没有时间去消化 但没有办法 消化不了 放一边 你得先往前走 往前走 现在往前走 现在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得不停地工作 不停地积累 不停地用你的作品 去向大家 去告诉大家 你是一个会做音乐的孩子 你可以写歌 就是他得 一直不断地 在这个幸运 在这个机会 降临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不顾一切的很清楚 我们的眼神要好一点 老师来了 然后这个是总的音量大小 把这个往这边移动 对 快点安全感 快点 快点 我们看一下 我现在发现了一些问题 好嘞 我先进去 好嘞 我被打扫 好 我再留一个 好 快点 在用安全感 录完之后 我们直接进入V2和P2 好嘞 好嘞 我现在保持联系 你记得不要 再来 我现在保持联系 再好 再来 我现在保持联系 保护再来 我现在保持联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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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老师们 可能音乐人正在交流 他们能感受到的 原先那种 凶狠也好 然后迷茫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他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他毕竟 下个月才到21岁 就是18如果说是开始人生 那我觉得21是人生开始 恭喜 这首下 去年也是这块蛋糕 去年也是这块蛋糕吗 放冰箱放了一年 就拿着 再接着再用用 哇哦 哇哦 既然还有仪式感的 对啊 你知道代表什么吗 要 代表的第一张算机录完了 第二张算机要开始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肯定有很多的经验可以累積了 对 那就从明天开始吧 嗯 哈哈哈哈 还是放完价 不放价 然后我不是还给他 哈哈哈哈 还得去出差 我不是 放蛋糕还给他吗 哈哈哈哈 来来来来 蛋糕租完了 我们20块钱一天 哈哈哈哈 这个视频发出来的时候 应该七七七已经在全全平台已经上线了 对 这个七七七哪有七七七的样子啊 喂 这是 很难辨别出七七七 但是没有关系 是真的 我觉得他的东西更是饰演应该是更开朵 包括你看他 他这次写的四十号大街 和他以前写的东西就不太一样 其实大家去听副歌也能感觉到很凶狠的音乐在里面 但这种凶狠是自己心动的老 不管是他在写歌的方面还是在编曲的方面 我看到一个从稚嫩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状态 我非常明显的感觉他的成长 这个成长不止于音乐 我更希望他更大胆地去尝试 他会迎来很快 会迎来自己心的突破 对我来说 二十一也是我开始逐渐跳出舒适区 去更凶猛的世界里面的开始 因为这个是你的第一张专辑 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 作为第一张专辑 我对这张专辑的力量就是 再晚一年我都使不出这个力 再早一年也使不出这个力 刚刚好的一张专辑 这张专辑是我的第一张专辑 这是我二十一所有的BGM 专辑 纪录片 什么的 都结束了 对 希望 如果再早十年的话 你会为我开 开黄钻吗 这个话我打算留在十年后说 留在十年后说 你第一张专辑怎么怎么样 我倒是会说 天哪 太酷了